而肺炎疫情冲击全球影响到观光产业 花莲民宿协会为了协助业者度过难关 也特别开办了民宿产业提升优质服务 转型培训人才计划课程 内容包括了网络行销 还有餐饮食物教学 及跨县市观摩交流等等 期盼业者透过进修学习机会 累积能量 面对大环境变迁 可以随时做好准备 交通部为协助观光相关产业 度过肺炎等对观光产业的终极 制定协助受重大疫情影响 观光相关产业转型培训计划要点 促进观光相关产业的转型升级 于是华联县民宿协会提出计划 开办民宿产业提升优质服务 转型培训人才计划第一梯次课程 共80位学员15天1天8小时 周一至周五为期至4月24号 因应交通部观光局对于纾困 观光人员纾困方案的部分 我们根据它的规定去办理 整个的教育训练课程 不管是数位 不管是民宿经营的技巧 跟观光业的概念 分了很多的细项 而且还包括厨房的做早餐 烘焙 还有木工的一些小的DIY的方式 可以让所有的民宿业者 能够在这个时间点 充实自己的以后 作为一个民宿主人的一个准备工作 我们在第二题次还会继续再上课 原本上我们希望说 我们对于所有的民宿业者 都能够参加这个计划 来充实大家的本质学能 为了避免群聚感染造成的风险 拆诚两班在北区花莲市 及中区寿风乡两地个别上课 超过30位的讲师授课 课程内容包含顾客关系 危机处理 影音行销 餐饮食物 导览接待以及三天两夜 跨县市观摩交流等丰富课程 受到这一次新冠疫情的关系 造成旅游业比较低迷 然后刚好我们花莲美术协会这边 业理事长有办这种相关的课程 然后可以刚好来 来帮助我们度过 这一段空窗期 也可以来做进修的部分 因为这里面有教到很多行销的课程 还有包括像今天的课程 有在讲OTA的课程 也可以帮助我们很实际上 还有客户的Q&A 然后抱怨处理等等这些的课程 其实对我们民宿业者来讲 帮助性真的很大 这是以往 在民宿经营者的角色 可能比较少去想到这些 然后透过这个课程 可以让我们更完整 每位学员上课另外能获得补助 期盼民宿业者能借此机会当作进修 互相交流彼此学习 在疫情冲击景气寒冬期间 为未来做更充足的准备与应变 记者蒋邦彦华联士报导 先来看看